李世民怒了,身为堂皇禁受释迦打压,朝纲执法官呼国运,岂能任由他人破坏,李世民万万没想到,就连朝中重臣,大多都是释迦出身。 陛下,臣出身河西卫士,臣请避险。 嗯? 这魏征也太耿直了,看来是朕的失误。 不说魏征,长孙无忌,杜如惠等人背后都有不小的家族,任重而道远啊。 你们不必如此,朕不是针对世家,朕会付出钱财采购,不会让你们吃亏,此事应该不难吧。 陛下,这群酸文人太不上道,只要你一声令下,俺老成立刻砍了他们。 直接切莫乱言,陛下,待臣等传讯各地世家大族,定会为朝廷提供充足的原料。 嗯,退下吧。 哼,世家大族,当有机会,朕一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。 二郎,别太操劳了,身子要紧,朝堂之事多交给臣子去处理吧。 观音碧,跟着朕,让你受苦了。 这点苦累臣妾不在乎,不过最近没见到李安,臣妾心中十分牵挂。 说的也是,那小子学究天人,观音碧,你带两个孩子前去拜师。 公子,这个叫红薯的东西好好吃啊。 你们在吃什么呢? 嗯? 李夫人,老李怎么没来? 老李最近忙,这是我和老李的孩子,名为常乐,另一位是我外甥女王婉。 老李说你学究天人,我便带他们来拜师了,不知李公子收不收? 嗯? 以我对古代电视剧的理解,这种情况应该是有所独裁对,无缘无故拜上师。 在我这村子里,并不拘泥男女之别,只是村民愚昧,基本不让女子前来。 这两个孩子,我收了。 来,师父请你们吃红薯。 老李夫妇一看就是富贵之人,卖他们一个人情,或许对我的取习大业有好处。 娘,红薯没了。 这红薯香甜至极,难怪小孩子喜欢。 小郎君,请问还有吗? 若是价钱贵,我可以出钱买。 要不是我花了大代价弄来,整个大堂你都见不到这个玩意。 李夫人见笑了,这红薯也是最后几个,剩下的我得当种呢。 想吃的话得半年后,这红薯母产万斤,半年后让你们吃个够。 那我就先谢过小郎君了。 你刚才说什么,母产万斤? 嗯? 这有什么稀奇的,红薯不挑田地,容易存活。 一般的田地,母产万斤应该不是问题。 这红薯难道真的可以母产万斤? 我大堂的骨子小麦,能够有一两百斤的母产就很不错了。 它不会是骗我吧? 红薯而已,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金贵,只是它原产地偏远,未曾被人发现罢了。 李安,种出来,一定要种出来,大堂的百姓需要它。